都展望著他 因為他認為 這小公司可就是個大未來 這家小公司真的真人不露相 為什麼 因為這家公司四年的時間 外界始終披上個神明的面紗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可是外面紛紛的 我們的Google 我們的阿里巴巴 對他挹注非常多的錢 Google投了他四億五千萬美金 很多對不對 最近阿里巴巴都要融資十億美金 阿里巴巴投了他十億 他整個估起來 他整個公司市值 已經到了四十億美金 這樣子一個非常偉大的小公司 他這四年來他到底做什麼 他掌握什麼樣的科技 讓這些大廠紛紛扒著他 而且因為要大老闆 拿出這麼多錢是不容易的 沒有錯 而且Microsoft 還把他的HoloLens 跟他的Magic Leap 這兩個當作是最大的勁敵 為什麼 他都知道Microsoft 他花了很多錢 去做他的HoloLens 就是要演虛擬實境對不對 沒有錯 這一家他們做的 也是虛擬實境 而且看看他做得非常非常的逼真道 你看 籃球場上一個大鯨魚跳出來 怎麼會是這樣的場景 對這樣的場景會讓你看到說 我希望一隻鯊魚出現 真的鯊魚就出現在上面了 沒有錯 就是說比如說我覺得說 這邊我想要一隻鯊魚 這邊一隻鯊魚 我這邊要是大象 就一隻大象 所以他這種技術 而且他就說 我知道你一定跟那個什麼Google眼鏡 對沒錯我想要打開 有一隻大象在手裡面 對我的手上面卻長個大象 而且下面居然都還是一堆的花掌 你原來說這樣的場景 是不是虛擬拍的 可能就在你的辦公室裡面 因為他讓你就看到這樣的場景 誤以為這是真的 所以這也不需要 我在技術後的電腦合成 都不需要 我這樣子處理的東西 我眼睛就可以看得到 沒有說眼睛看到就這個畫面 讓你覺得說 我知道他一定是像什麼Google 用眼鏡 或是微軟用眼鏡 對對不起 他們說我們的技術 不是使用眼鏡 我們的技術是直接把影像 投射在你的視網膜上面 讓你覺得它是一個逼真的 眼鏡視網 直接把影像塗到視網膜裡面 也就是說我現在想被看了 可能看到一個東西 我就要去抓它 我要去抓它 但它這件是假的 沒有錯 因為它會讓你大腦誤以為是真的 這是它最厲害的技術 這世界上的許多事情 真是